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港湾播报 我是亚南 由加拿大移民律师李克伦主编的 移民信息汇编 昨日发表今年1月份最新一期的出版报告 披露一份通过信息自由法取得的联邦移民部文件 只有经验数据上来看 加拿大移民的第二代在教育程度和经济社会地位方面 相比于欧洲美洲及澳洲移民第二代更为成功 其中华裔移民第三代表现尤为突出 上月移民信息汇编取得了一份 为移民子女的教育和劳动力市场表现需要保持成功的报告 作者是联邦公司移民及难民部研究评估专家皮考特 该报告对于一些经验数据展开汇总和分析研究 由教育经济地位两方面考察加国移民第二代在本地的融入情况 报告指出 加拿大第二代移民以教育和经验地位表现而言 可以说是西方国家中做得最好的 其表现远远好过大多数欧洲国家 一定程度上好过美国 当然第二代不是一个固不可分的群体 其中也存在着因地域和移民来源国的差别 整体而言 来自例如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的移民第二代 所接受的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其他人 报告又显示 除了呈现上述族裔的差异外 第二代移民受教育的程度还与其许多因素有关 父母对于教育改变子女命运的期许 一般而言 在亚裔移民国家高于本地加拿大父母 移民的居住地也担当其重要的角色 相比本地加拿大家庭 移民一般居住于加拿大教育水平更高的大都市中 进入2018年 加拿大多个城市开始禁用塑料购物袋 蒙特利尔从1月1日开始 布列迭哥伦比亚省的维多利亚市将从7月1日开始 萨克斯客车温省也已经开始讨论在全省范围内的尽速行动 随着中国停止进口外国的非旧塑料 加拿大乃至北美的多个城市将会面临如何处理非旧塑料的难题 哈利法克斯就是一个例证 加通社引述环球新闻的报道说 哈利法克斯正在为75吨废酒塑料寻找垃圾厂 自从无法向中国出口之后 有300吨塑料垃圾已经存放了几个月 这些原本可以卖钱的回收塑料 现在需要付钱去处理 在上一个财政年度 哈利法克斯市废酒物品回收行业的收入为216万多元 其中有7成以上来自向中国出售废酒物资 而现在他们已不再期望废酒塑料还能卖钱 市政府现在还没有批准回收公司 要把废酒塑料清到垃圾厂的申请 正在省外寻找可以清到的场所 据报道 该省禁止往垃圾填埋厂运送塑料垃圾 而如果将这些塑料垃圾运到其他省 除了运费不算 每清到一吨垃圾的价格约在100至125加元之间 该市负责垃圾处理的官员说 无论从经济的角度考虑 还是从环境的角度考虑 最好是将这些塑料垃圾在省内处理掉 省政府负责人则说 相关部门正在研究 预计在今年上半年能够做出决定 在安大略省政府从1月1日开始 把最低工资从11.60加元提高至每小时14加元的情况下 一些公司开始从其他方面削减开支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报道 安大略省科宝市的一家Tim Hortons连锁店分店的雇员 收到雇主发来的通知 把原来每天带新的工作休息时间改为无薪的宫间休息 取消一些奖金项目 并要求雇员为公司医保福利项目支付更多的保费 该雇主表示 做出这样的改变虽然令人遗憾 但在安大略省政府大幅度拉升最低工资的情况下 公司不得不从其他的方面减少开支 与确保能继续顺利营业 一些Tim Hortons的店员表示 受到公司这样的对待很让人郁闷 根据安大略省劳动法 雇主要为雇员提供半小时的吃饭时间 但不需要为这吃饭的时间支付工资 是否提供午饭时间之外的休息时间 和是否支付休息时间的工资 由雇主自行决定 近年来到加拿大留学的中国学生数量 每年递增 随着留学生群体的扩大 他们在海外学习生活的安全问题 也越发的凸显出来 其中留学生被不法分子诱惑 而刷假卡的案子就时有发生 多伦多五二分局警官周宇亚 在接受本网采访时表示 有犯罪集团专门盯着留学生群体 诱惑留学生用假信用卡购物 这些不法分子通常在微信上问 有没有留学生想要赚钱 如果有人感兴趣与他们取得联系后 他们就会约留学生见面 要他们提供个人信息 再用这些信息办理信用卡 接着他们就会让留学生 拿着这些办理的假信用卡到名店里消费 周警官表示 不法分子会把刷卡这些信用卡 买来的商品进行转卖获利 留学生从中得到一些抽成 但这些信用卡都是不合法的 有的根本就是无效的 由于信用卡上的名字和信息 全部都是留学生自己的 东西也是由留学生出面购买 一旦遇到问题 倒霉的都是这些学生 值得一提的是 在加拿大 若诈骗金额超过5000元 就属于比较严重的罪名 对于留学生来说 如果这样被控或判罪 影响并不小 周警官特别提醒留学生 要警惕这类诱惑 对于刷假卡赚钱的这类事情 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警方已在密切关注 这些商店也有所警觉和防备 被当场抓到或事后抓捕的留学生 不在少数 一旦被抓到 留学生将面临法律的责任与后果 2017年 加拿大轻型汽车的销量 比2016年上涨了4.6% 主要归功于 轻卡的销量出现创纪录的增长 汽车咨询公司发布报告说 加拿大轻型汽车 去年的总销售量 首次突破了200万大关 达到了2038,798辆 其中 轻型卡车销量 2017年比2016年上涨8.7% 而小轿车的销量则下滑到3.4% 为196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根据上述报道 加拿大通用汽车公司表示 2017年比2016年销量上涨13.3% 加拿大福特汽车公司说 去年的销量比2016年上涨1.3% 其中卡车销量增长5.2% 小轿车的销量下滑近20% 加拿大本田报告说 2017年销量增长了6% 丰田表示 混合动力车辆 卡车和雷克萨斯的销量 创历史新高 整体销售量增长3.1% 与此同时 德国品牌奔驰 宝马 奥迪和宝石捷都创下了销售记录 听说现在的加拿大 已经冷到惨无人道的地步 据沃泰华成功未免 全球最冷首都称道后 加拿大各大城市也不甘示弱 纷纷降温 据说位于加拿大西北地区 玉空有一个叫做 Snag的小村庄 这里最低气温达到零下63度的恐怖状态 听听这个温度都觉得身上打颤 然而这样的极寒天气 却吸引了不少的中国游客 据媒体报道 加拿大西北部地区接近北极 吸引了不少中国游客 该地区旅游业称 该处旅游资源有限 难以满足游客的需要 呼吁政府增加当地的服务资源 据某一旅游公司的负责人称 为了迎接中国游客 他们正在聘请中国的翻译人员 去学习了解中国文化 以便更好的为中国游客服务 根据数据表示 每年约有3500名中国游客 前往玉空地区旅游 目前这一数字仍在增加 中国游客前往西北地区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享受寒冷和北极光 享受狗拉雪橇 划船远足和雪地摩托 多伦多某旅行社负责人表示 他感到中国方面 对于中加旅行年的推动 已相当见成效 据悉 2018年中加旅游年 有可能为西北地区 带来将近2.07亿的家园收入 爱不是自私的占有 让亲生父母知道孩子过得很好 也很重要 外国父母领养中国孩子后 一般都会让孩子学习中文 了解中国文化 保留他们的中国根 许多甚至还会帮孩子寻亲 让孩子了解自己的身世 加拿大BC省维多利亚 麦考利小学的教师 朗德格恩队 就是这样一位母亲 在2007年的10月 朗德格瑞恩从中国重庆一家孤儿院 领养了一名十个月大的女婴 取名为伊莎贝尔 收养伊莎贝尔后 朗德格瑞恩对为女儿寻亲仪式 就一直持有开放态度 他说女儿很小的时候就学着写汉字 说是写给亲生妈妈 因此他心生一念 一定要帮女儿找到亲生父母 为给女儿寻亲 朗德格瑞恩加入了一个海外被领养中国孩子的网络寻亲群 寻亲群中的一位哈利法克斯的母亲建议 为每个孩子录制一个十秒的介绍视频 让孩子在视频中介绍自己叫什么 在哪里出生 出生年月和被领养孤儿院的名称和目前的住址等等 然后统一制成一个视频 视频最后一名孩子用中文请求知情人尽快和他们联系 然后放到社交媒体上请人转发 视频被放到中国一个很类似YouTube的网站上后 迅速被中国网友传播开来 并被中国的报纸、电视和网络媒体大量报道 朗德格瑞恩说 网络群在中国的联系人收到无数的回复和响应 这些回复都相当感人 他们都是一些寻找孩子的父母 当初他们也并不想遗弃孩子 他说最初只是几家父母想给孩子寻亲 后来事件发酵影响变得越来越大 对于中国父母和孩子们来说 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朗德格瑞恩说 为孩子们寻找亲生父母 父母们既抱有希望 同时也保持理智的现实心态 可能性虽然不大 但不是没有希望 对于所有孩子来说 感觉整个过程就像过山车一样 对他们自己来说也是如此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港湾播报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角 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